自然美景綠印環繞 这里是南洋小国问来 位处赤道附近属于赤道热带型气候 没有台风地震等天灾 而且有75%的土地都被原始的热带雨林所覆盖 环境相当自然 以美景环绕的问来帝国酒店 更是多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让各国元首印象深刻 以皇宫改建 吸引了许多国际游客前来朝圣 透过TVBS的镜头 搭着小游艇 分池在问来境内的婆罗州红树林 前往当地水上人家 问来除了是自然环境 保留了天然的美景之外 其实有很多的人民 是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像是我后方 你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学校 就是人们他们其实住在水上头的 他们称之为水上人家的意思 而这个船就是他们每一天出门 以及回家的时候 都必须要搭乘的交通工具 走上水上人家的码头 这里大约三万人口 进2000户房子 是很完整的社区 你好 你好 欢迎 走进水上民宅 里头空间不小 整个家族十几口人都住在这儿 在这里超过一世纪的水上人家 习惯和自然共生共荣 政府除了保留不迁移 连带整片红树林生态 也都限制开发 让这些水上居民能当起在地导游 把独特生活文化成为现成的观光素材 许多水上人家当起船夫 驾着游艇带游客认识红树林里的热带物种 像是鳄鱼 猕猴都很常见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长鼻猴 是婆罗洲上的特有种 镜头捕捉到长鼻猴的身影 全身金黄色毛发 及脸上的大鼻是招牌特征 鼻子肥大下垂的是公猴 而母猴则是较为尖俏 自然环境被当地饭店业者向众 向政府申请开发成大型度假村 不破坏不侵扰 贯彻温来政府开发与自然并存的原则 而入夜后信奉回教的温来 没有夜店也不能饮酒 却有最到底的署名夜市 这里是加东也是温来最热闹的地区之一 而这个加东夜市被称之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子呢 这样一个便当竟然只要一块钱的温来币 大概是台币24块钱左右 扎实的炸鸡腿饭物美价廉 这是平民的美食集散地 当地女孩的首作糕点 南洋风味的炸物 还有当地称为ABC的缤分饮品 都是当地饮食文化的代表 它们一直以来都有在想要推动这个观光的 只是说可能温来是一个小地方 人口也不多嘛 然后呢就是说经典也不会说很多 所以呢以大自然为主了 温来小国因石油几身国际 但小国美景却默默无名 不同于石油的自然资产 除了政策保护外 该如何实质转化为观光收入 对温来来说还有长路要走 好 主播张书涵她在先前 去温来采访的时候 也带了一些纪念品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支温来国宝对不对 长鼻猴 那么据说它最大的特征 当然就是这个鼻子 又大又长的说是公的 熊的对不对 然后反之就是雌猴对不对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 长鼻猴在婆罗州 因为温来是在婆罗州 婆罗州 马来西亚 温来其实都有 长鼻猴很特殊 因为它鼻子很吸引人注意 现在其实生活学家 越大的越能够吸引 就是雌猴的注意 所以有目前生物学家说 长鼻猴之所以演化成 这么大的鼻子 之所以就是因为要求偶 传宗接代 事实上是这样子 另外它也带回来了 你看珍藏这个问来币 问来币很有意思 听说它一块钱非常好用 超好用 什么东西都一块钱 地上捡到一块钱 没人想要捡 可是如果你在问来 地上捡到一块钱 一定要 为什么 不管看医生 不管缴学费 不管你在路边汤买椰子水 各式各样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一块钱 因为这个国家福利做得很好 包括教育 医疗 其实都是政府帮你买单 所以当地的民众一块钱 我常常觉得全世界一块钱 最好用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其实问来币 它是跟着新加坡币走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币值 大概20 21台币左右 所以相当好用 好 我们回到这个问来王室 先前有一个新闻 倒是 就是二王妃 我们看到了 玛利亚木 她所生的一个儿子 王位第四顺位继承人的 阿奇姆王子 他不幸过世了 他有一个 party prince的称号 很会办party 他的身家是50亿美元 约合台币1430亿 不幸过世了 不过二王妃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 大名鼎鼎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 马丁王子 等一下再请马老师来介绍 不过是不是先请陈老师 来告诉我们 其实现任未来苏丹 他有三段婚姻 对不对 后来二跟三都离婚了 反正现在是原配 这个很少见对不对 对 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说她的原配 就是她的表妹 叫萨利赫公主 这个萨利赫公主 所以她们也是近亲 对 她们就是为了 维持皇室血统而结的婚姻 但是这个萨利赫公主 也是唯一没有被 苏丹离婚的王妃 那她为什么 因为她有纯正的血统 强大的娘家做后盾 所以她不乏有跟其他 两位王妃一起出入的 那也许她的年纪比不上人家 或容貌比不上人家 但是她都苏光宝气 气场强大 那显示她对自己的家世 有过人的自信 那第二任王妃就是玛丽亚母 她是空姐出身 颜值超好 为什么 因为她具有三国血统混血 汶来日本跟苏格兰 所以她的儿子之一就是马丁 你可以想见得到吗 马丁就是继承她母亲的高颜值 那她有先就是因为高颜值 所以后来被苏丹看上 那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但是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苏丹离婚 那苏丹王室没有说明原因 不过苏丹对她很好 让她可以带走所有她的珠宝 而且还给她将近150亿的赡养费 那第三任王妃叫做阿斯里纳斯 那她是主播出身 小苏丹33岁 据说苏丹对她一见钟情 大概谈了三个月的恋爱 就把她娶进门 那婚后一样生了一儿一女 那但是也是五年后 后来就离婚 也是没有说明原因 也有给她高额赡养费 那所以从后面两任 都是平民来看 其实嫁进皇家 并不代表着金饭碗 那很可能你还是要有 纯正的血统跟过人的家事 才有保有这种幸福美满的婚姻 没错 没错 好 最后压轴登场的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 一直讲的那个高富帅是谁呢 这是皇室网红苏丹王子 他其实是苏丹的第四个儿子 对不对 马丁王子 第六顺位的继承人 29岁 年轻 更重要的是IG粉丝数有 235万人 他是威廉王子的校友 然后其实他的学历也蛮不错的 对不对 马老师 没错 其实这个马丁王子 之所以会受到很多少女的青睐 第一个有钱 第二个真的人家颜值也很高 人家就这么帅 对 虽然同姓马 我是马继康 他是马丁 差很多 对 为什么他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因为他也比较没有价值 一般我们觉得皇室高高在上 就像开文提到IG 200多万人追踪 算新世代皇室 对 一般皇室不太会愿意 把自己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公租一次 就像陈老师刚提到 娶儿两个 基本上都不说明离婚的原因 可是我如果过这个生活 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可是有时候会受到一些限制 皇室内归的限制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身材 因为他的妈妈本身又是混血儿 所以他站在很多的名流政要旁边 其实那个风采一点都不输 所以有人说他是问来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的外交大使 当然很多人都笑准他 不好意思 这个天菜其实已经名草有主了 为什么 据说他的另外 他当然还没结婚 他的一个女朋友 其实也是从小青梅竹马 然后也是当地问来的富豪 据说也是问来苏丹的顾问 也是问来皇家航空的一个 所谓的创始人 股东 所以可以看到 基本上也是门当戶对 基本上要高攀 虽然常常在IG上面看到他的动态 可是真的要高攀 这个生活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可能大家比较不满意的是 他怎么会是第六顺位 应该就第一顺位直接跳过去 好 今天真的故事很多很多 实在是讲不完 但是时间有限 没关系 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讲 同时更完整的节目内容 请您订阅TVBS优选频道 同时也请您加入 T观点脸书粉丝专页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张开文 我在T观点 也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订阅YouTubeTVBS 优选频道或是按赞 追踪T观点 脸书粉丝专页